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开口我的青春回来了 2003年 王心灵发行首张个人专辑Cindy Begin正式出道 并停借偶像剧新街少年展露头角 2004年 发行第二张专辑爱你 投名主打歌爱你走红 同年 主演的偶像剧天国的嫁衣夺得台湾年度收拾冠军 2005年 发行第三张专辑Honey 因甜蜜的歌声极欢快的舞步被誉为甜蜜教主 同年 发行第四张专辑Cindy with you 卓打歌睫毛弯弯走红 2006年 主演的偶像剧微笑Porter成为台湾年度收拾冠军 后来又继续发行多张专辑 凭借出色的唱跳实力和甜蜜长相被认定为优质偶像 不过之后的王心灵就开始走下坡路 一条路走到极致 也就成了枷锁 王心灵以甜蜜风成名 但是他的下坡路也是因为甜蜜 随着年龄增长 网络新兴风格多样化 王心灵的甜蜜风已经不管用了 无论是音乐 还是电视 王心灵都再也没有超越过前者 王心灵也想过随大流 开始根据网友的喜好转换风格 可王心灵的甜蜜标签禁过了她 也禁过了观众眼中的她 就在大家逐渐忘记她时 已经39岁的王心灵就这样回来了 她在舞台上一边跳舞 一边唱歌 却丝毫没有气息不稳 可见这些年虽然被人们遗忘 却没有落下功底 一首爱你 让观众仿佛回到十多岁的时候 听王心灵的CD 看甜心教主MV的光景 王心灵的翻红 无疑是综艺平台的助力 也是一人在时光深处并为资甘平反 自我放逐的回报 但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去解读 这更像是一代网民在冲浪途中的一次集体怀旧 回忆杀 青春说都是有透 这一代人已经在奔忙的现实生活中 忘却了很多成长足迹的温暖 所以王心灵的甜美回忆 就这样加带温暖的青春味道汹涌而来 青春的回忆是甜的 怀旧的牌也是回甘的 不过对于王心灵来说 这次翻红只是一个信号 如果后期他能不断给予观众新的视野 或许他真就红呢 就像不知疲惫的刘根红一样 但如果他只有怀旧牌这一招 即便是把观众的回忆都填满 那恐怕难逃再入悲弃的命运 希望这位不被时光掩埋的甜心教主 还能继续给予我们惊喜吧 如今的王心灵精神状态看起来很好 不仅造型和穿衣搭配方面很时尚女心 就连唱几歌来依旧是当初的那种甜美风感觉 很多网友纷纷直呼 这哪里像40岁的样子 说他18岁都信 而今看到甜心教主王心灵的爱你出舞台后 很多8090后粉丝都以热泪盈眶 他们表示 不是我们不在 只是我们老了 很快 网络上也开始出现许多男生模仿爱的王心灵出舞台跳舞时的视频 王心灵男孩等于一女儿生起来 不得不说 广大网友们的脑洞真的是太大了 1982年出生的王心灵 今年刚好40岁 是中国台湾歌手兼演员 凭借扎实的唱功和甜美的表演风格 王心灵先后多次掌获最佳女歌手和最佳女演员奖项 在那个充满青春校园气息的岁月里 王心灵以坚强的实力和受人瞩目的外貌 成功俘获许多粉丝们的喜爱 甚至还被媒体称为心上男杀手 如今再看看甜心教主王心灵 几乎很少看到他出现在媒体的镜头里 如果不是因为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集节目 恐怕很多人都快忘了他在圈内的存在吧 最后 希望王心灵接下来的日子里 会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